二哥 我今天打完个料理帮我看一下 什么料我看一下 很有特色的 帮我雕一个作品出来 怎么那么多的烈 为什么你每次拿过来的料 都是非常伤脑竞争料子呢 你能不能够像隔壁王哥一样 把完美一点的料子来给我做嘛 那你的料子呢 雕完 我白头发都长了不少 我吃吃个熟脑的 骨步回来 吃个熟脑的骨步回来 干哪搞的 不想搞的对吧 家伙你我才放心嘛 是不是啊 对你有信心 哦 赵家 眼睛转给你了 尾管是一块钱一个赚 到时候你要收多少尾管 就看你的本事啦 那一言为定哦 马上开通 外形已经打得差不多了 那么像这块料子呢 主要的毛病呢 是练纹很多 绵非常多 咱们呢是 下面做的一片叶子 凹凸的位置呢 咱们就可以把这些绵啊 这些绵啊往下压 然后咱们整个做一个镂空的 它下面这种白色跟上面老蓝水的这个位置呢 它就分开了 光线呢会显现出来更好看 它的虫水也能够体现出来 上面做的是一只螳螂 脚上的这些毛啊 关节啊 用这个裂纹来给它毙掉 这样做出来呢 裂纹呢可以把它毙得更完美了 好那接下来再给它细描一遍 开始做细飞 好那 各位们 咱们这些作品呢 咱们呢已经做好了 那这些作品呢 咱们呢是采用了 镂空的雕法来雕这件作品的 镂空呢是非常难做的一种雕法 因为咱们呢 是要把这个工具啊 先给它擀磨一下 磨细了才能够掏到里面 那么这一件东西呢 做了两层的镂空 这样做出来之后的效果呢 它的颜色分明 有沉饰感 也有很强烈的立地感 这个螳螂 它的这些脚上 它的腿上面的毛 刻得非常细 然后这个位置 前这个位置 刻得这种巨石创 螳螂 它代表的是勇者无畏的精神 叶子呢 象征的事业家业 整个题材的韵意叫开创大业 那像这个作品呢 既可以当做一个小摆件 又可以当做一个公司的印章 或者是个人的印章 因为还没有主人嘛 这个面呢 咱们就先给它留住 先不用刻的 四边呢 还有供牌的地方 我想刻一些知识啊 或者是名言上去 所以你们觉得 刻什么样的知识 或者是什么样的词语 更适合这些作品呢 记得在评论区里面 给我留言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